月轩 月轩 你来了 你换衣服了 您可求求求合起的 女子出品 您可以虽然 对 在想好 在想好 我只是想好 她们来抱歉 她们得难 我只是想好 我应该就与她们 我一直不得 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 离一心远一点 说得好像我逼你的一样 都是我自愿的 傻瓜 我的眼里和心 都只有你 像台下的观众 榴莲曲折情节 会时常对抄自己 顾炎成 我再也不相信你 走卸了转忘了一切 快 快 很快 快 想不信 老实 你 只会 还没关系 你 都没关系 你 雨萱 你没事吧 你走开 傻瓜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 你刚才看到杜依娜从我房间离开 那是因为我拒绝了她 言情哥哥 我房间就在五楼 去我那儿喝一杯吧 我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那你的衣服 你先披着吧 言情哥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把外套还给你 好 那你可以离开了 眼睛哥哥 我有话跟你说 那你就快说吧 就在这儿 好吧 眼睛哥哥 我从国外回来办巡会展览 只是想让你看看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了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认为 以你的性格谁也看不上 可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刚回来就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 请自重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也希望你明白 请尽快离开 免得我女朋友误会 我可是要哄很久的 眼睛哥哥 我到底哪里比他差了 你为什么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 你从来就没有过机会 也不存在最后一次 眼睛哥哥 还请你尽快离开吧 我只爱寻与轩一个人 我不让我去看 我们的心跳顶不下来 我们的心跳顶不下来 就是这儿 你确定就这样 你确定就这样 那你还想怎么样 那谁知道呢 你们两个人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在酒店房间 还换了衣服 那你让我怎么想 我发誓 绝对没有下一次 宣小姐 您是来找顾总的吗 她在雕刻室吗 她现在应该在藏饼阁 我带您过去吧 不用了 我知道在哪儿 你去忙吧 谢谢 又想起你的初心了 你怎么来了 刚到 你来这里找灵感啊 是啊 小时候 就是因为这尊雕塑 才对雕刻起了兴趣 别想自己钓出一尊仙女腾天 真想知道 祖先过去 是怎样雕刻得 如此栩栩若生的 或许 她是见过了真的仙女跳舞 才能有这样子的灵感吧 包括送给你们家仙女 藏天图的那个人 我觉得 她一定是见过真正的仙女 只有照着仙女画 才能画得这么穿身 虽然画像跟雕塑异母一样 但可以看得出 她们对仙女的情感完全不同 几千年前的仙女什么样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 感谢上天 让我遇见了我的仙女 我不太快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